越讲越有心得 劝别人 实际上就是劝自己 所以我也跟主委报告过了 我们确确实实是在这个世界一无所求 我连道场都不要 这个道场是香港同修他们建议 我一生没有道场 一生没有信徒 好啊 清净无言 那么这些年来参加国际上这些活动 我接受学校给我的学位 给我的职位 职位是教授 学位是博士 我初中没毕业 就拿到博士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大家肯定的吗 所以只要认真去修行 佛法讲的是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唯有智慧能够解决 事出世界 一切疑难杂争 这个要知道 那么我们看看 参加国际和平 不少专家学者考了这么多年了 你说联合国投入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 问题不能解决 社会的动乱频率 一年比一年增加 损害呢 损害呢 一次比一次严重 这没效果啊 所以我们跟他接触 提出一些我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 他们觉得很有价值 值得做参考 我们的办法了 办班不要开会 开会解决不了问题 办班能解决问题 你说我们地质规地办 我们在此地办了两届 很有效果 我们到全世界去办 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一个路线 我们以后办班 不要开会 效果一定比这个 这个开会效果殊胜 如果再能把办班的这个效果 利用这个网络跟这个卫星 卫星电视 向全世界传播 产生很大的效果 真正能起作用 我是把这种想法看法了 介绍给联合国 他们也很有兴趣 所以对我几次这个大会里面 这些谈话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重视 那么下个月 这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有一个活动 在澳洲 布里斯班的 格里菲斯大学举行 我本来不想参加 那么安排我做主题讲演 第一个主题讲演 那么我的讲演稿写出来了 我说请人带我去念念就可以了 可是学校呢 这个负责的负责人的时候 前天给我写一封信 希望我一定要参加 所以这一次参加会议的人 跟历届联合国会议的人都不一样 有很多是很有声望很有地位的这些名流学者 都希望我能够到会 我说考虑吧 要去的话 我们这里讲究要终断视频 去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这个呢 就是希望的时候 我们把理念 能够告诉他们 有很多人产生共鸣 他们都比我年轻 这些教授专家学者的时候 都比我年轻 我80岁了 他们才五六十岁 所以这个也是得到大家的尊重 年岁比他高 希望他们能够去做 我们只能在旁边出出主意 这个道理再次的 第三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法师的身份比起教授 还要尊贵很多 为什么现在在世界过地活动 许多人强调老法师是教授的身份 可以把老法师推向教授 而不提老法师 没错 你说的话很对 但是这个话呢 是在 至少是两个世纪以前 是这样的 法师的地位是尊贵 无比的尊贵 为什么呢 法师很不容易当上 你想出家的时候 要经过国家考试 古代的时候出家 先要参加一般的考试 一般考试 你的德行 你的学术 要能达到 近似的水平 那个近似在从前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波斯学位 你要达到这个水平 然后再考佛法 谁来考 皇帝考 那个考及格之后 皇帝给你证书 那个证书叫度蝶 你拿到这个度蝶 你到哪里出家 皇帝不管 你到哪个寺庙 哪个法师跟你有缘 你就到那里出家 你首先把度蝶给他看 你没有度蝶 犯法 所以出家人的素质很高 皇帝亲自认可 你可以做我的老师 是帝王师 你可以代表我 教化了全国人民 这个地位你是多高 从前呢 现在不行了 那现在我们法师出去的时候 比不上人家教授啊 从前的时候 教授有什么问题 疑难杂症 他请教法师 这在历史上 注意能看到的 那地方怪免 也从前的时候 县长 市长 省长 现在的 从在清朝的时候 是雄服 总督 他们遇到困难问题 到哪里去 上山 向老后尚请教 老后尚正能教他了 有这个道德 有这个学问啊 你再看看从前的念书人 那时候没有学校 这些秀才们读书 到哪里去念呢 读到寺庙 寺庙里头有藏书 就现在的图书馆 书籍非常完备 藏金楼啊 藏金楼不但是藏藏金楼 所有的书籍统统都有 这些里面出家人 行行都通 你在学这个寺庙里 寺庙里读书 无论是什么典籍 你要有疑难困难的地方 你向出家人请教 他都能知道 你说这个法式的地位 比竞思高啊 中国古时候 有三个学位啊 最低的是秀才 第二个是巨人 第三个是进士 学位的名称呢 就像现在我们讲的 学士 硕士 波士 所以那个时候 出家人在波士之上啊 那诗问问 我们现在出家人怎么样呢 如果在从前的制度之下 我们有资格出家了 这个程度不够啊 这个制度 是清朝顺着的